大家好,我是别远,我们已经回娘家了 昨天开了一天车,很晚才到的 你看我们今天起来都没收拾 我头发都没血,就出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吧,这就是我老婆的家乡 大平原,到处都是平的 所以在他们这里开车特别没劲 不像我们那山路十八弯的 昨天来的时候,路过一个小土堆 大概两三米高吧 他们这里的人管这个就叫做山 真的,我觉得好可怜啊,是吧 像他们这人很多,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什么叫做山啊 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啊,我昨天都想说的 但是路上出了点状况 我们来的时候要送我弟去车站 他要去广东,去南漂了 时间差点没赶上啊,一路上火鸡火燎的 连给我老任人买的洋奶粉都弄丢了 气死我了真的 好了,下面正式进入主题吧 大家都知道莫言是我们国内的一个人才啊 前些年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啊 就说政府一次性奖励到了五百万 书店里啊,路边上啊 他有一张到处都是他的书 还有那个电视新闻里啊 都是关于他的报道啊 当然那时候都是正面的 不像现在是吧 反正当时是整个民族英雄的待遇 也确实哈,人家得了那杯奖啊 也算是给咱们中国人掌脸了 按说这么一个民族英雄啊 又是个大作家是吧 我们不是应该都放在心里棍着吗 但是前几天吧 他居然被人给起诉了 说是他在书里边侮辱先例 侮辱共产党人 我就纳闷了 难道他之前写书的时候得奖的时候 你们不知道吗 是吧 现在这唱哪出呢 对了 不知道大家看过莫言的书没有 我是很早的时候看到 那时候他好像还没有得奖是吧 不怕大家笑话 我当时看他的书啊 就是是吧 他当初黄色小说看的 我看的第一本叫做《风水飞同》啊 大家看着名字 听着名字啊 是吧 我那时候正年轻的时候 已经兴出年少 光看着书名都有点上头 然后一看作者来头 是吧 还是一个正经作家呢 是吧 居然敢写这种东西 那我一定要好好批判批判 我就是这么认识莫言的吧 真的人很多时候坚持一件事啊 就比如说看书吧 真的没有什么那些什么 哎呀 什么这么高尚的理由啊 什么为了知识啊什么的 都是靠着兴趣啊 慢慢来的 至于后来啊 那都是惯性了 反正我是连着看了好几本吧 都是为了看那个 他描写的那个一些东西啊 我记得应该是在那个 《生死疲劳》里边吧 里边有一句描述 我印象特别深刻 现在还记得 就是他描述少女嘴巴的味道 说是像新鲜扇贝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新鲜扇贝什么味道 没吃过 然后我就不由自主的想起了莫言的长相 为什么呢 因为他长得有点像一张网图啊 就是有一个猥琐大叔啊 趴在那个厕所顶上往下看 很吓人 好像是来自于一部韩国电影吧 感觉挺油腻啊 挺猥琐的 我看他的最后一本书啊 是叫谭香行 那时候 那时候是吧 因为看多了嘛 也想看点不一样的嘛 谭香行呢 说实话挺变态的 因为他是描写 是吧 凌迟就出死犯人的一个过程啊 总之吧 他的书是值得可以看的 文字工地也是 很可以啊 反正老派作家嘛 是吧 招招都是中权 我是直到后来 看王小波的书啊 就是那种 王小波的书算是 算是比较小清新吧 才慢慢缓过来的 你先等一等 我待会儿带你去 超市坐那个摇摇车好不好 那我好想 行 马上了啊 你再等我一会儿好不好 那我想上车 我太累了 好好啊 你们先上车 好了 一下扯远了啊 我们接着说正事吧 莫言这个事 其实可以用 一句话来概括 叫形势比人强 现在国内的舆论环境 跟十年前相比啊 变化太大了 有多大呢 大概在2012年吧 那时候 微博上还到处都是公之大威啊 喊着民主自由法治什么的 甚至某些胆子大的明星啊 也都掺和进来啊 为了是吧 明星啊 一些社会问题啊 建言建策 可是现在呢 连台湾的一些明星啊 都在微博上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 热烈的爱国之情 真的 我是一个老网民了 看着如今互联网上这么多人 是吧 十年前和十年后啊 甚至五年前和五年后 判若两人啊 我有时候 也挺纳闷的 这还是他们是吧 还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人嘛 虽然他们不认识我 太精神锋裂了 真的 莫言可能算是比较实诚吧 这么多年都是那个样子啊 他不像贾平遥一样的 是吧 那么有信仰 因为他们都是用那个严肃文学 就是写色情的一个作家嘛 是吧 莫言是比较老实的 莫言曾经说过一句话 文学就是用来批判现实的 这可能就是 莫言招人恨的最大原因吧 他的作品到处都是充斥着那种 调调啊 就是批判政府啊 批判历史 你想吧 他是一个老派作家 把歪文字的能力很强啊 不管是写色情还是写其他的 下手基本上没有轻的 我估计 一定是有几个重拳 打到肉上了 所以那些五毛梦 然后还有粉红梦啊 是吧 实在是气不过啊 是吧 太欺负人了 你不就是会写个作文吗 虽然我们写不过你 但是我们 骂街厉害啊 是吧 其实莫言啊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啊 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被人挂楼等了啊 之前那个司马南啊 还有国内的一些 著名的那个区 那个 不说区号 粉红大卫啊 都搞过他 甚至有一次啊 在那个讲座上 有一个北京的学生啊 当众就是指责莫言啊 说他对社会没有贡献 天真只会搞批判 我估计是这次啊 就是那些人 是吧 只是要动真嗝了 是吧 这就直接起诉了 因为我们国内 最近确实有一个叫 侮辱先烈罪的罪名啊 是前几年通过的啊 所以说如果这个案子 真的莫言输了啊 真可能要坐牢了 最后再说几句吧 今天我也忧国忧民一回吧 真的 你看现在这个 国内经济形势不好 国外到处都是 唱空中国的弄票啊 我觉得就是这些人啊 五毛粉红沫 现在搞莫言 真的是在给国家添乱 是吧 给别人口实 你们看中国越来越保守了 中国不会再继续开放了 肯定会有人这样想 以及这样说 其实啊 国内还远没到这种程度啊 我在很多视频里说过 大部分中国人都是 就是那种老老实实过日子的啊 大家都被房价 各种那种大山啊 一下的喘不过来气 谁有空天天在网上 逗这个逗那个啊 是吧 对比那些 是吧 全中国来说 那些精力旺盛的革命小将啊 其实占比非常小的啊 只是因为他们不会被封号 是吧 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 在网上横行霸道 不会被封号啊 就是劣币 去除良币为 所以才给大家一种 中国人人都是五毛 人人都是粉红的印象 其实不是的 朋友们 举个例子吧 一个热门帖子啊 在中国可能有 至少几个亿的观看量吧 但是真正去点赞和评论的啊 也就那几百万人啊 是吧 大部分人都是在保持沉默 这些沉默的人啊 其实才是中国的主流和中间力量 至于他们为什么沉默啊 我就不说了啊 其实沉默不丢人的朋友们 这次搞默言的人呢 就是这些人类 一小错人啊 他们说自己爱不 但是从来还不爱自己的同胞 是吧 天天打倒苹果 打倒日系车的 也是这帮人 如果你 你真给他一台苹果手机 他照样也是 是吧 用的飞起 也不耽误他仇外的工作啊 就是这么分裂 我真的希望啊 国家能擦亮眼睛啊 是吧 不要被这些人啊 给绑架了 是吧 不要被这些人啊 带到沟里去了 小宝啊 你等不及了吧 我等不及了 行行行 我们现在就走 我们去坐摇摇车 好 好 冲冲冲 哈哈 好吗 好 对对对 昨天小宝宝说啊 他说啊 我也是小宝 小宝宝 你们为什么不抱我 因为他妈妈现在 一天到晚 都是主要是抱了小小宝 他自己啊 觉得感觉被冷落了 以前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们三个人睡的时候 他夹在中间 他说他自己都说 他像奥利奥 现在呢 奥利奥少了一边啊 现在他晚上睡觉 都是自己睡自己的 谁也不理 其实挺懂事的 也不哭也不闹 但是他 昨天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话 真的挺让人心疼的 是吧 哎呀 所以说 带他上来 镇上坐着腰车吧 这是他最爱的一个活动了 耶 小宝我这儿还有硬币 我们做完了再换一个啊 好了 还不如买来